大家好,这里是玩车教授的伟翰 那17万就可以买到合资品牌的中大型SUV 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我是怎么都不会相信的 但今天在这样一个内卷的市场里面 你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出现 今天教授带大家来看这台别克的E5先锋版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台车的外观 在新令人时代,这台纯电的SUV当然也是顺应时代 换上了这种分体式的一个大灯 那整个前脸也是采用了这样一个倒梯型的封闭式格杉 上面也是用了一个别克的最新的logo 整台车看起来还是比较简约的 那么来到侧面,你会发现这台车还是比较宽大的 毕竟这是一台中大型的SUV 那么它的车身尺寸是4892,1905跟1681毫米 轴距是2954毫米了 妥妥的一个中大型SUV的尺寸 那这边是它的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这台车的一个充电口也设计的很别致 在这里的左侧的一个logo处 这么往下一翻,还是很有设计感的 那么它的轮胎方面 它的中低配配置是用了一个18寸的轮毂 高配是用到20寸的轮毂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台车的尾部 它的整个设计还是比较电气化的 这边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那在这上面的高位刹车灯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致敬别克的logo 做了这样的三条的设计 那到了这个底部 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既增添了一种机械感 也将整台车的一个视觉效果给拉高了 那么就叫车内 这套内饰相信一些朋友还是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新款的别克军月上面 也看到类似的家族化设计语言了 那这边是一个30寸的双连屏 并且你可以看到整个屏幕是曲面的 而且是向着驾驶员的这个位置倾斜的 并且连带的整个中控台都是一起倾斜的过来 在屏幕下方是隐藏的这一条空调出风口的 而且下面还有它的一排实体按键 那在这个导台的位置 它是把下面挖空了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那这边的一个导台看起来也是非常别致的 OK我们现在来到后排 你看这个后排真的是非常宽 毕竟它的一个车身尺寸摆在这里 那我179的身高 住在这个后排里面 头部是有一拳加两指的一个空间的 那腿部呢太宽了吧 那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地台呢 是有一点点微微凸起的 但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了 那在后面的这个安部这个位置呢 这里呢是设计了两个独立的一个空桥出风口 那这下面是有两个充电口的 不用担心没有电 那你可以看到整个后排这个座椅呢 不管是材料呢还是一个填充物啊 都是非常舒适的 而且呢在这个座椅的部分还是做了一个腿部的 为你腿部精心设计一个家常的设计啊 这样的话你坐下来呢 就不用担心这个腿部没有支撑了 那这一边呢再加上这样一个扶手 坐起来就非常舒服了 那其实总的来说呢 要说这台别克E5到底值不值 首先它采用了纯电的奥特能平台了 给到一个245匹马力的电机 峰值扭矩有330牛米啊 那日常的家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那前卖不逊后多连杆的底盘 再加上一个五座的布局 满足一个家庭出行的需求 那退一步来讲呢 这台车也只需要16.99万 那你觉得这台车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性价比之选呢 这台车也只需要16.99万